哈喽大家好,我是爱上远度小月 今天呢,又要给大家拆一个快递 包包,这是一个充电宝 为什么包包要有充电宝呢 哇,原来是点音的像素腰包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包 看,这块其实是一个屏幕 它呢,可以用来打游戏 画画,看时间,等我把这个充电宝装上以后 它就可以显示了 它是一个带磁铁的扣 它这里的设计呢,是可以拆一个三角架 然后这里有一个暗格 它可以放雨伞或者饮料 这里还有一个手提的 这里有个小格子 这是大格子,然后里面还有两个小的风格 这还有个拉链,网兜 这是说明书 然后这里还有一层 这里有个插头就是专门插充电宝的 哦,可能没,没有地链上 哎,有的有的有的 然后我还藏进去,我们来玩玩 OK,Let's go 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手机 我让它变成什么图案就可以了 看这个,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是不是很好看啊 嗯 现在我要画个画 画个星星 这还能打游戏 让它循环播发我的名字 选个颜色 来 看我换好衣服 配这个包 你们觉得怎么样 哇 这个长度呢,可以自由调节 它不仅可以做腰包 还可以做胯包 哎呦,不是哦 它这个包包呢,是防水的 也不是说它可以放在水里泡 用洗机洗什么的 它只是在雨天的时候放一点点水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背上这个包 我就可以成为街上最亮的仔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再评论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